臺灣羽球國手王子維和王麒麟 場邊Standby 大專羽球超級杯 週末在臺北網球中心熱血開戰 校際對決採用單局七分 五戰三勝 比賽節奏再提升 吸引將近三十所學校參戰過招 看到很多年輕的朋友來參觀 大專羽球超級杯 羽毛球在臺灣單鄉運動 運動輪候最多 也希望藉由這種公開賽 來贊助這種公開賽 更多的選手 更多的民眾參與 這個羽毛球的運動 第一屆的大專羽球超級杯 不只賽制不同 最大亮點就是超級三對三 把籃球鬥牛的概念 帶進羽球場 快速攻防也考驗默契 可看性和刺激程度 都讓球迷大開眼界 這個賽制是我們現在臺灣的羽球 一個最新的創作的一個賽制 也是引領世界的一個新的賽制 為什麼在大專盃這邊來開始 來推廣的原因是因為 三對三它的節奏是更迅速的 更刺激的 那選手在這個部分 他們可以享受到不同樣的一個 打球的一個練習的一個訓練的方式 世界各國很多羽球賽事都因為疫情 得取消或延期 在情況相對安全的臺灣 能有比賽繼續舉辦 維持手感還有機會賺獎金 對國手們來說 絕對是最開心的事情 YT新聞 采放報導 YT新聞 采放報導 YT新聞 采放報導 谢谢大家